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刘亦菲深夜三个字大气回队阳彩月点赞世界网友,天仙干得漂亮。 今日,正在上映的电影《二代妖精》看了吗? 照理说,新片上映主演刘亦菲心情应该不错哈,但是把好深夜,她却发了一条三字微博,呵呵她,一时间,所有人都很猛圈。 菲女神这是怎么了?本子们也很疑惑,刘亦菲找了,是不是谁惹了她? 还有网友说,这个呵呵呆,让我脑补了一场大型狗虚剧,该网友指的,应该就是杨彩月点赞了一条爆料说,杨彩月是刘亦菲记者,因为陈金飞有杨彩月这个新欢,刘亦菲才得以恢复自由身,才可以和宋承显谈恋爱的文章。 不过后来哪个赞取消了,估计是手滑吧?杨彩月点赞的那条微博爆料中,有个关键人物,陈金飞,也就是2017年被曝光恋情的男主角,和杨彩月相差30岁的男朋友。 17年7月份,杨彩月还发微博承认了恋情,陈金飞是知名企业家,也是刘亦菲传说中的干爹,如果按这个关系来算的话,杨彩月和刘亦菲则是,啊,好吧,有点乱了,以前有传言,陈金飞是刘亦菲的金主,而杨彩月长相互刺刘亦菲,被网友称为八版刘亦菲,所以得到陈金飞的喜爱,爱。 不管这三人之间的关系了,也不知道菲女神这次生气的真正原因是什么,或许只是发发小牢骚呢,也没有其他的大事吧,陈金飞是刘亦菲的干爹,前段时间,杨彩月被拍到和陈金飞在街头热闻,一时引起网络热议,之后,杨彩月更是在微博公开恋情,两人一个92年的,一个62年的,典型的忘年恋啊。 之前就有说,刘亦菲和陈金飞的传闻,但天线并没有理会,不过,这次破千黄又和赫塔回应,也是让不少网友表示支持刘亦菲,刘亦菲这回也是难得的生气了。 刘亦菲以前都是美美呆,都不会凶任何人,但这一回应该是起诈了吧,看看刘亦菲,无论是在家里,还是在飞机上,永远都是那么的年轻靓丽的,有网友就问刘亦菲是怎么保养的。 接下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底下竟然有工作人员回了,而且还开玩笑说,水磁石极热面膜,你值得拥有。 对于这件事情,你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? 欢迎订阅